用我的名字 照我撞片 感觉怎么样 你比星光美丽大结局 历历当情妇 长河叛变 季星惨遭绑架 韩玉坚反对韩婷和季星谈恋爱 韩玉坚是个商人 她更希望自己的亲孙子 能够和门当户对的豪门贵女联姻 季星这种普通女孩 不配嫁进韩家 尤其是季星创业 韩婷一下子就投资了2000万 更加深了韩玉坚对季星的误解 韩玉坚以为韩婷是被美色诱惑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才会一致千金 而实际上 韩婷会投资季星 不仅仅是因为个人感情 季星大学时候就在摸索医疗技术 抑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她对初心的坚持 感染了韩婷 韩婷是看中了季星的理念和品格 认同她的创业规划 才会给她投资2000万 季星也的确不负众望 将星辰公司带上了正轨 也终于获得了韩玉坚的认可 季星和韩婷先姓后爱季星和邵依晨恋爱四年 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清清白白 实际上 情侣间该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 季星和邵依晨同居过 由于两个人的单位距离远 季星才搬来和图小门合租 邵依晨和季星分手 是因为双方的追求不一样 邵依晨渴望安稳 而季星一心想创业 与其彼此消耗 还不如好聚好散 更重要的是 季星越来越优秀 邵依晨自知她追不上季星的脚步了 季星的成功 让她很有压力 邵依晨和季星分手后 很快就开始和魏秋子约会了 魏秋子暗恋邵邵依晨 邵依晨不会觉察不到 比起风风火火的季星 安静内敛的魏秋子 显然更适合邵依晨 失恋的伤痛 同样没有影响季星太久 因为错过了邵依晨 季星等来了寒庭 寒庭不仅是季星的好友 投资人 也是季星事业上的指名灯 在韩庭的指导下 季星在事业上的进步飞快 两人也很快就擦出了火花 你比星光美丽原著中 韩庭和季星不是大学同学 没有暗恋的感情基础 但两个人互相吸引 走到了一起 书中 季星和韩庭的爱情开始 非常现实 季星主动投怀送抱 在打牌输了后 把自己送给了韩庭 韩庭的办公室里 有个隔间 里面藏着一间卧室 韩庭和季星 就是在那里面翻云覆雨的 韩庭一夜 要了季星两次 双方都很愉快 季星还拿韩庭和邵依晨比较 邵依晨年轻有活力 而韩庭有成熟的魅力 没有名分 却有了亲密接触 季星一度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韩庭 季星会如此放纵 除了韩庭的确吸引她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季星需要韩庭的扶持 说的难听点 季星和韩庭的态端 就是一场性贿赂 直到韩庭和曾迪彻底贴亲关系 韩庭才给了季星女朋友的身份 还带季星回家见了爷爷 季星惨遭诸厚余绑架 由于爱情来的不是很光彩 季星对她和韩庭的感情 一直没有安全感 季星甚至没想过真的能嫁给韩庭 毕竟 韩庭这样的富家公子哥 身边围绕的可都是曾迪 这种美貌又有家世的女人 曾迪很喜欢韩庭 但她做不到为韩庭守身如玉 曾迪为了利益 和多位大老板都有亲密接触 还想把季星培养成交际花 这让韩庭对她十分厌恶 你比星光美丽援助中 曾迪嫉妒季星得到了韩庭的爱 她故意把韩庭投资汉海的事情 告诉给了季星 曾迪说 汉海和星辰是同类型的公司 韩庭已经有了汉海 还会投资星辰 只不过是为了帮汉海消灭竞争对手 韩庭随时会吞并星辰 这件事导致季星对韩庭失去了信任 季星为了报复韩庭 终止了和韩庭的合作 并且接受了长河的投资 长河会投资星辰 才是真正的不怀好意 长河和韩庭是竞争对手 长河拿下星辰 就是为了要对抗韩庭 季星以为长河和韩庭是敌人 没想到 长河转头就被韩庭收买了 韩庭用利益搞定了长河 把星辰的股权 从长河手里收了回来 还给了季星 韩庭给季星上了一课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长河失去星辰后 和曾迪合作了 两人联手对付韩庭 但没有兴起太大的水花 真正让季星回到韩庭身边的契机 是朱厚宇的绑架案 朱厚宇因为行贿贪污等问题 身败名裂 他心里不平衡 把这一切都怪罪在了韩庭头上 朱厚宇认为 韩庭曾打算给他投资 却食言了 才导致他的公司出了问题 朱厚宇为了报复韩庭 绑架了季星 而韩庭拿命保护了季星 朱厚宇也被警方击毙 这件事让季星看到了韩庭的真心 两个人顺利复合 婚后 韩庭和季星继续从事医疗技术的事业 将汉海星辰和东阳都带到了新的高度 成为了业内的一段佳话 莉莉当情妇 莉莉在感情中的随便源于不幸福的原生家庭 父亲出轨 父母离异 母亲长期活在失败婚姻的阴影中 母亲对男人有偏见 认为男人都不可靠 她的价值观 严重影响了莉莉 莉莉不敢正常恋爱 她用逢场作戏麻痹自己 有过多段艳遇 还和萧一萧有了一夜情 莉莉在不知道萧一萧身份和背景的情况下 就和萧一萧发生了关系 这是对双方的不负责任 萧一萧却对莉莉动了真心 现实中 单身又有责任感的好男人 谁会去玩一夜情呢 莉莉的放荡 就是堕落 从来不是什么潇洒独立 你比星光美丽原著中 莉莉的作风 更令人不齿 莉莉之三当三 做了吴总的情妇 被原配追上门来撕打 闹得很难堪 而季星和图小萌 在明知道莉莉人品的情况下 装聋作哑 继续和莉莉做朋友 什么样的圈子 就有什么样的人 莉莉做情妇 挤星星贿赂涂寒庭 而图小萌同样让人失望 图小萌出轨男粉丝 图小萌是一名网络主播 很多男粉丝给他打赏 那些昂贵的礼物 图小萌全都收了 你比星光美丽原著中 图小萌有个谈了很久的男朋友 名字叫张衡 张衡是一名汽车店的销售 月薪一万多 努力上进 却被图小萌嫌弃穷 张衡想创业做餐饮 图小萌不同意 两个人经常吵架 后来商量决定 先攒点钱 然后开一家修车店 本以为图小萌和张衡 在为两个人的未来努力 没想到图小萌出轨了男粉丝 图小萌的理由是 他和张衡吵架了 想用这种方式报复张衡 弃一弃张衡 真的太炸裂了 张衡知道这件事后 果断和图小萌分手了 图小萌也为他的虚荣和不自爱 付出了代价 你比星光美丽原著太阴暗了 堪称全员恶人 电视剧的改编是阳光积极正能量的 剧中图小萌和陆林佳 是一对欢喜冤家 莉莉和萧一萧互相治愈 寄星和寒亭灵魂契合 这才是健康爱情该有的样子 人生中有很多后果 是我们承受不起的 无论走到哪里 都请自尊自爱 对自己负责 我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